但是我们必须持平而论 到上个礼拜四的一个收盘呢 其实多方也没有赢 空方也没有赢 我们可以现在再看一次 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来 这个叫储核汉界 什么叫储核汉界呢 第一件事情 看空的人会告诉你 这个是左嘛 这个是头 这边会做一个右 让你去逃命嘛 那看多的人会告诉你说 我现在均线里面到 那个所谓的低档 有机会扣低档 然后国际股序上面并不是太好 但是外资敢买 表示他要攻 去攻九八五九点 但是我觉得 在我们在股市上面的操作而言 我从来不会去预设 你到底该怎么样 而是告诉你盘面是什么 你要怎么做 因为我们跟你讲再多 其实很多人里面来讲 他的一个习性不改变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去赚到 所谓股市的一个财富 那我们就把交战守则告诉大家 我就告诉大家 不见兔子不杀鹰 是四月份的交战守则 什么叫不见兔子不杀鹰 我们来看看 第一件事情 大家面对美股超级财报周的一个干扰 所有的美国分析师都讲不好 美国的所谓的获利里面来讲 来回一来一回中 从挣的四个%多 变成负的四个%多 都讲得不好 然后我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喜欢龙头型的全资个股的话 你这个时间比较属于保守 你可以去避开 跟美股联动性比较高的 因为它会暴涨暴跌 可是在这种情况中 有一种例外 这种例外就是礼拜四 我们来看一档个股叫2330的台积链 这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说 因为在整个过程之中里面 我们来看2330的台积链 这一天是不是外资卖15万张以上 然后整个在卖14万张 总成交量15万张以上 融资买了一点点 买了几千张 关股也买了几千张 我说有三大券商里面买了很多 那我要问大家 如果在这种时间点里面 它敢去站稳147.5 是不是砍的外资 我们把外资拿出来看 它都是输的 我就问大家 那就告诉你说 美股的超级财报州 你不用过度担心 外资不一定是聪明的 有人比外资更聪明 那我就跟大家讲 那就不是一般散户 只有公司派可以顶得过 那在这种情况 而且我们也看到 外资如果在期限或市场上面 同步翻多的时候 请问台积电它会怎么看 一些的利空的言论 全部都会变利多 这我看太多了 阳谋 对 我就跟他有看太多 外资的阳谋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说 如果你是选择像台积电 等一下我们还会讲一些龙头型 选择给我告诉大家 你的关盘的重点 如果台积电在这个礼拜 它都守在147 那就告诉你台北股性的台积电 因为它有机会回补空方缺口 150.5 那台北股性就有机会 回补多方的一个缺口 所以你就观察 而且我为什么告诉大家 这个储核汉界多空拔合很厉害 大家看一下 礼拜是台积电的收盘价 147 也没过 也没去 刚好147 你也没贏我也没输 多空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盘上面这一周 绝对是多空对接 大家一定要很清楚 那我们再看下个部分 就是告诉你 你喜欢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你要观察台积电 它的一个走势 第二件事情 大家说我们都要给你一个吊杆 像很多人很喜欢去听 要买什么股票 但要买什么股票 有些人告诉你的时候 它已经涨在外太空了 漫步在外太空股票 你会有风险性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 你可以去寻求的是 下一波潜力个股 那你呢 如果是做极短线的人 你敢沿着五路均线去做 你敢去做鞋的 做衣服的 我们在12月下旬 接到一些个股就算了 可是我会比较建议说 你本身来讲的话 你就已经没有在之前低档布局 那你要如何寻找到 下一波的主流 你可以去观察台北股市 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我跟大家做个对比 台北股市是不是这样修正 修正在月线之下 你只要看你你看他来了 他还没有大涨 他还没有过高 可是他很奇怪 台北股在修正的时候 他一直撑着 横着撑 然后撑在月线之上 那一定就是有人 他在什么 我说过 现在不流行拉高进货 现在流行是压着进 他就把他压着 但他也不让他跌下 跌下去就到他成本 他会压着 横向 详细的整理 那种部分会是下一波主流 那如果你选的是电子个股呢 我们来看电子的类股指数图 电子类股的指数图里面 这一波是修正在季线 那就可以选择的是什么 在季线之上 那个部分 也会是电子个股的下一波主流 不一定要去追高 你说你现在再去追风态 再去追巨洋 这个部分你一定要去承受 相对的风险性 你要去选择的是这一类型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是大股 我跟大家讲 就是我在股市二十几年来 我们去追踪 可以买到比较低的位置 不要买到风头上的位置上面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追踪 然后或是你要去留意的 我们在最近一直告诉大家 春暖花开 换新状 有没有发觉换新状的股票 都很强在最近 只要法人一直买的 都是特别来的强 村庄上市 对 你就要留意 法人新布局的个股上面 但是记住 法人很奇怪 因为我以前也当过法人 你知道 越强的他越爱买 你懂吗 这也不是跟作帐有关系 作帐他会更轻 他会喷 他会到最后的一个月份 强的好像感觉也比较安稳吧 对 因为他的绩效出来了 他的绩效出来 他越会做 所以你就会 你可以去做选择 法人新布局 你说这我看不 你没有电脑 你看不懂月线 那就很这样 选择法人有布局 那很容易追踪出来 每一次的股市现场 都会帮大家追踪到 法人新布局的个 那你看他比较强的 你就选下 但是也不要选 他已经漫步在外套 选他刚刚布局 刚刚转强 那是最漂亮 再下一个部分 我们凭良心讲 上个礼拜的一个台北股秀 是支卷同检 那卷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他被强补 但是融资的减少 告诉大家呢 大家又受伤 好不容易满怀信心 9859要过 万点要来 就一进去 邦一升 又摔到月线之下 持平而论 人气是有在稍微去做退潮 那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台北股秀呢 我发觉到它是倾斜式的 什么叫倾斜式的 我们刚刚俊哲有稍微谈到 譬如说华硕 那我们跟大家讲说 譬如说LED的个股 我们来看2448的金电好了 我们放一下融资在上面 你知道 当然在这个时间 我不是叫大家再去看坏套 因为它低档已经爆大量 低档爆大量 三日内不破低是要反弹的 但是你可以发觉到 你看这融资一路的增加 你一路摊平 它其实不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式 你要做的是什么 像这种个股 我先跟大家讲 高点到低点 跌幅高达两成三成以上 绝对不会单脚反弹 除非有重大利过 利多 如果你正要抢跌升反弹 真不好意思 第一只脚有转就要跑 拉回第二只脚再扭转 你才能够做波段 那我们拉回到我们交战守折 融资增加 落势的个股 跳过人过 放一跪 不用那个 你等它落跌讯号 第二只脚你才来考虑 那如果是有一种股票 你知道吗 其实整个金电 我们来再以金电做个举例 我们告诉历史 告诉我们不希望解读在太多 投资朋友手上的股票 你看一下 它在之前我们把整个一个季线 它是一个粉红色的线 你可以发觉到 我们不许不论你可以卖到这里 你可以发觉它这边刚刚下弯 有没有 这边均线刚刚纠结向下 你要卖在这里 投资朋友在这个时间点 我告诉你 请鞋式的格局 你一定要有时候钻刺断丸 跳过人过 放一跪 它的决心上面就在如此 因为一千一千亿的成交量 你又该如何呢 它就很请鞋 长得有些时候你长到翻天上面 你觉得不合理 强很强 那没有办法 强强 请你继线 刚刚 好 这个真的是交战守则 对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 因为我觉得第二季的决战 关键点是什么 换股 淘汰弱势个股 然后选对个股 是在整个第二季里面 它最重要的投资自负的哲学 很扎实 对 很现实的 没有太多的梦 应该说第二季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们就说过 现在的行情上面 电子的资金比重 也没办法上七成 那在这种时间点里面 当然也要保护大家 因为有一些 比如说卖衣服的 卖鞋子的 一些积电个股 如果涨不到两成到三成之上 那我请问大家 如果你是现在才追进去 它万一不是第二季的主流 它是第一季的主流 不代表是第二季的主流 对不对 我们事实上在股市这么多年 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是我 我会建议大家 因为我们说 如果你真的要看它季线下 我跟大家讲 应该都跌两成以上 OK 那不是一般人可以接受 那你做短的人 麻烦你五日均线一破 你就走 破断的人就是以月线一破 你就走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在四月份里面来讲 你可以去追逐强势个股 你也可以买到 所谓的刚刚潜伏 要开始喷出的股票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的一个 投资组合上面 就会能够很完整 但是不要一直拿钱进来 你要淘汰你的弱势个股 才是在四月份 真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熊方姐 我们进往之前 也跟大家来看看 有时候科技真的会挑战 我们人无法想象了 过去提到这个无人机 现在亚马逊的那个无人机 可以23公斤 我们有时候出国那皮箱 20公斤就有点点限重 很重要 这样抬到那个去蹭23公斤 其实无人机这样很厉害了 很赞的一件事情 我先跟大家讲 以往大家指引无人机 在送货的过程之中 就是重量没办法 然后砸到 对 那现在的部分里面 就是它的一个改良 这当然跟机械上面有关系 机械的改良 以及所谓的镜头的改良 各方面的改良 它才造就出来 但是如果像我们台湾 都是办公大楼 怎么飞进去 我还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是可以去注意一下 这样的国际的科技趋势 而且还要研发 这个太阳能的无人机 那最主要美国联邦的一个航空局 也发给了亚马逊的测试 比如说测试的一个执照 不据了解 好像在加拿大早就测试过 对 他们其实之前就已经测试过了 现在就是说 我要如何把一个东西 商业化的测试 现在是在做商业化 以前是一个科技的测试 现在是商业化的测试 但是我觉得未来里面来讲话 在科技发达的过程中 没有不可能的东西 真的 好 我们也看看新闻 来长长见识吧 爱尔兰牧场用无人机赶扬 网路零售巨博亚马逊 最新更在加拿大秘密测试 无人机送货 虽然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已经在20号发给亚马逊 试非许可证 但由于审核速度太慢 亚马逊早就等不及 先转往加拿大背试审试飞 目前亚马逊无人机已经可以运送约23公斤的货物 未来渴望在30分钟之内完成送货服务 而不让亚马逊专美余钱 Google Facebook 等企业也相继角逐无人机大饼 脸书执行长佐伯格28号宣布团队研发的太阳能无人机已经在英国试飞成功 预计提供全球近50亿人口网路服务 Google isn't the only company with this strategy Last month Facebook announced plan to engineer its own fleet of internet equipped solar power drones 而此项声明就紧接在Google 3月初在MWC大会上宣布的无人机计划较近一味浓厚 不过其实全球最大民用无人机制造公司总部位在中国深圳 目前在全球民用无人机领域大疆占据了七成的市场份额 无人机制造大厂大疆创新研发团队遍及全球 2014年缔造5亿美元收益表现 市场更预估2015年营收渴望冲破10亿美元 无人机法规还没有放宽之前 各国企业就已经掀起一波激烈竞争 记者陈品选 陈亚婷综合报道 大疆创新的转发